似?不似?似?不似? 失德艺人又多一个? 昨日微博有位叫悲伤牛肉面底线的人兄 爆料说自己女朋友和一个香港男歌手出轨 一位德艺商兄的香港爱国男歌手和我女朋友久在一起 一把岁数也不带老子的 怎样?这个年纪睡粉? 说她有两个老婆是吃粉丝的惯犯 以防当年都是她粉丝 娱乐圈地位高被人叫校长 最后还直接Tag谭泳伦的微博帐号 哎呀,这么大粒花生怎算好? 当然要慢慢吃 让我们跟你由头讲气 事先声明 谭泳伦在傍晚已经发了声明 否认同强烈谴责这个失实报道 以下内容纯属转述 不信的可以不看下去的 但看下去的话 希望可以Subscribe我们支持一下 我们就叫悲伤牛肉面底线做陆母男 陆母男就说一息女朋友就知道她喜欢追星 不介意自己做前夫的 怎知有日看女朋友手机 看看她上网买些什么 咦?男士Polo shot和香水? 不对了 于是开了相簿来看 哇,不得了 自己做了真前夫 她形容的相片令她感到憤怒、委屈、无力、绝望 兼不可思议 还踢爆女友说去上海和朋友逛街 其实是和偶像上床 在WeChat聊天的所谓粉丝就是歌手本人 最爆的是陆母哥说女朋友很小 小的歌手足足足四轮 是四轮即是小48岁 71-48 真的只有23岁 是23岁 年年25岁 真的没有年年25岁的心境都应付不来 陆母哥骂爆对方是道德败坏的LSP 骂SOPP 还铺了一副姦夫的背影造正 看下头发的逢松度 对比之下又真是挺吻合 这么大粒花生 连英彩仪都关心 被人发现like了相关新闻的posts 子弹谈 最后都包回个屁股 公道说句 将相片没有眼耳口鼻 又真是很难说是哪个的 你觉得呢? 留言告诉我们吧 只要在11月用Channel CHK专属QR曲 在华盛证券户口成功线上开户 奖金奖品非常丰富 其中包括 直送两股Twitter 价值大约1000元 首次入金三万 还加送一手7522 ETF 价值大约200元 港股无限免勇 美股免勇半年 美股深度摆盘 直接看40档报价 港股免费串流报价 价值288元 转创再送现金券价值300元 11月有这么多优惠 这么多好处 立即来华盛开户